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上节课我带大家写了几个API 然后给大家安排的任务去完成剩下的那些AP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完成 还有剩下的那些API 我在这里已经完成了 尽量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就不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写了 groups 我们再测试一下 我们拿到API group get 先出来 groups 然后group有个put 是吧 有个post 我们传uniqueNeme和displayNeme source other 我们来个you could吧 我们把所有放you could相关的东西 已经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get来看一下 还有了 在这里面 我给大家 再看一下groups 然后得到 然后单个APP APP 1 得到了是吧 上节课有一个点没给大家讲 上节课我们这里面是 0到9只能传数字 但是我说了我们可以用他的name作为也作为唯一讲name和ID通用吧 所以说要把在后面这个去掉 然后我们在实项里面也做了一个改变看一下 App App 你看我们这里面 如果是 印刷ID的话 我们就用it去得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用name去得 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们 App post 去新疆的时候 他没有 默认的group 是吧 我在这里给他新疆了一个默认的group 就叫other 这个group 就是未分子的一个group 看一下 默认的group 再看一下其他api manager的部分 host吧 上节课我们host没有讲的是吧 host get 现在这里面只有一个 我也只有本地有打slash过去 host就没有put了 host只有一个get 给大家看一下 we usehost 你看我们就只有一个get 给大家 得到全部的 新建host的话是通过我们发sleach过去的时候 他在哪个service上面 如果存在的话 我们就新建一个 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 不管 肯定肯定会存在server是吧 好 更改group group里面我们可以更改他的一些描述啊 内容啊 名字啊 这些是吧 我们得到我们得到第一个group的cost来看一下 大家 你看得到了 get就直接得了就可以了 put put可以更改名字和描述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put 撕一下 采用put our name 直接还是叫local吧 local server local server 你看 put成功了 上一个 castery 我们 copy过来 test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test 这里面我们没有传ID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也写了我们要得到每个 的ID是吧 我们要得到哪个app的ID 我们这里面传参数 然后我这里面也有多了一个字段 就是limit 是吧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hastery都拿到 然后我们就 我默认识拿到12条嘛 我们也可以常常去 改变拿多少条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拿的话 我们肯定要去拿导序的 是吧 我们按照ID的顺序来排 有的人要按照时间来排 但是如果我两次时间很接近的话 那可能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说 按照我们直接按照ID来排 是最好的 因为ID是自增长的嘛 我们在这里面试一下 history 然后get 这里面有url参数 我们appid 达到第1个吧 好像只有第1个 然后send limit 我们可以不要 你看默认12条 他按照ID来导序的 你看 我14 13 12 我们传一个limit过去 我们传5条过去吧 只要5条就可以了 最近5条的 看到没有 已经成功了 hextor就只有这个api 然后我们统计的数据拿到 统计的数据 统计的数据里面 这里面也有一个appid 是必须的 哪个app的统计的数据 然后我贸任也是显示12条 但是我有一点就是说 我 我可能会根据时间的范围来选择 比如说我查最近一个月的 然后最近一年的 是吧 也可以最近7天的 后面我也会带大家写一个 那个有个插件 就是 日期插件吧 很好用的 带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我有了这个日期 这两个参数的话 我就不要mbit了 是吧 然后你看一下我下面是怎么写的 然后Jungle对日期的 日期范围的一个查询 有很好的知识 那个filter 直接start date end date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也按照id来排序 导序排序 我们试一下 abbappid 1 伸得过去 哦里面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我们就直接 新降一个数据吧 新降我们就这样新降 直接打报告过去 然后我们put 每个 持续会put 人家 然后状态是必须要的 我put过去了 我证明我的程序是正常的 我就发ok过去 看一下 ok 然后message 我们也发条message 过去吧 testmessage 然后static 统计的数据 统计的数据 虽然我们必须是 json格式的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counter counter counter什么呢 随便counter一下吧 counter什么 然后当前有一个 三个 设下 put过去 他已经有了 已经成功了 但这里面看不到我们统计的数据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 再发一个 6 然后来个 50 然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不发counter了 我们发一下 server free 他还剩的磁盘空间 我们就 反正 这次测试数据 马不足为马 多出来这个 OK 成功了 好 我们这次来看一下他的 统计表的那个里面有没有数据 还有 有了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我们来 我们来拿 snetx appid为1 看一下 这里面没有16条 因为我们默认是12条嘛 但是数据库里面也没有16条 他就全部拿完了 7条数据 然后我们来一下 limit 三条数据 成功了 时间范围的那个就不在这里面演示了 然后因为要写时间格式很麻烦 到时候我们通过强断的直接用 别人的时间框架 来给我们生成就挺好方便的 到时候再演示吧 好 最后两个API 也是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去统计 我们有哪些程序 哪些应用是 不正常的 我们就只关心下 warning的和critical的是吧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groups 我们直接去统计所有的 这个就是统计当前group的 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 sauce 下面 哪些应用正常不正常有多少条是吧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封装 直接演示 我们看一下地址 到时候我一个展示的页面的话 就是以这个 这两个API是最重要的 我第一个肯定去拿所有的group 到时候我会 在打行栏上面有很多group 显示出来 然后如果哪个group 有critical的话 我直接在这里面写目的显示 我这个group里面有程序是错的 你需要当 重点去关注它是吧 然后每个group 他经常你点一下他 然后他就刷新 然后就有单个group的 那个API接口 然后我们get一下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三个group 是吧 一个group 两个group 他的name id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统计的一个数据 ok的有一个 walling的有0个 critical的也有0个 这下面的都是0个 因为我们里面只有一个APP 没有其他数据 没有其他数据 打个我写下walling的来看一下 walling 然后我们再send看一下 看 walling的有一个是吧 我们要统计groups 哪个groups 我们统计第 二个groups呢 当然肯定全部是0是吧 哦 他好像不是groups group 看 全部是0 我们统计当下group的 没问题了是吧 这就是写接口 你看有了接口 我们统议 根据接口来拿 东西也是很好的 这就是restful API的一个风格 一种规范吧 然后代码的话 我提交到gethub上面去了 大家可以到gethub上面去拿 好 我们写API 就大致写这些API了 然后如果我们后面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再根据需要来写添加一些API 也可以 暂时就这么 下节课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写一下页面 然后根据他的API 拿数据写页面 大家可以下去看一下 这一节课我们会用到 暂时一个强弹的gethub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